天子下旨 命尚书则一女 嫁与太子殿下的独太监 父亲急欲吐血 姐妹们面色凄黄 唯有我挺身而出 我来死过一回的 我知道这哪是什么小太监 那是日后的九千岁 是破天的富贵 后来我揉着酸痛的药 欲哭无泪 原来破天的不只是富贵 还有九千岁的雄风 一道旨意传到了尚书府 命里不尚书孟匪则以你赐予 太监需要 不日完婚 父亲盯着圣旨 目自禁辩 夫人姨娘们险些昏厥 姐妹们惊慌失措 哭得梨花带雨 唯有我淡定从容 我上前接过父亲手中的圣旨 轻声道我来吧 屋内一片寂静 落真可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龙身上 有诧异有不解 也有惊异 是啊堂堂尚书之女 即便只是个庶女 配个世家公子也绰绰有余 无人知晓我为何主动往火坑里跳 但也无人反对 我自嘲般的笑了笑 攥紧手中的圣旨 任凭回忆肆虐 上一世奉奉命嫁给太监薛妖的 是三妹孟一如 孟一如雕蛮无礼 婚后更是变本加厉 人前人后坐进薛妖最后连带着着 各尚书府 都与薛妖结下了不死不休之仇 新皇登基后 薛妖一招翻身 成了人人惧怕的九千岁尚书府 男子抄斩 女子流放 一夜覆面 卧床养病的阿娘 听闻了我要嫁给薛妖的消息 失手打翻了腰碗 她用力支起身子 阿娘长姐一娶了人家 三妹性子偏激 只会给孟一招惹祸端 那需要虽是个太监 但能跟在太子身边 想必也有几分本事 听说人也长得十分俊俏了 您放心女儿能过得好 阿娘正愣了半场 颤巍巍伸手将我搂在她的胸前 耳畔传来阿娘哀哀的气声 我心中也十分苦涩酸楚 虽之其不可为 但我不得不为之 上一世我偶然得知 原本父亲想送入宫的是我 是阿娘跪了一夜 才换成了由赵姨娘所出的梦 一如入宫 后来阿娘疾病去世 也是为赵姨娘所害 所以虽然我并不确定 此番入宫会落了什么下场 但这一世 我只想阿娘好好活着 很快变到了成婚的日子 因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孟府并未大操大半 只在成婚当日 用一顶软轿将我悄悄抬入了宫内 我偷偷掀起教练 看着阿娘在风中瑟瑟发抖的身影见晓 看着偌大的尚书府远去 上一世薛耀常常遭受孟一如的羞辱 与孟府的刁难 但彼时太子失落 薛耀始终忍辱负重 谨小甚微 后来太子与一见风 薛耀渐渐显出了狠力 成为太子的一把一刃 坊间传闻九千为人英致手段很辣 可知小儿夜提 再后来孟府就没了我 咽了咽口水 有些紧张 生怕一个不小心 被未来的九千岁记下了仇 日后把小命也搭上白来这一遭 薛耀的住所 就在离东宫不远的一处店 今日做了简单装饰 等至此时 薛耀也迟迟未归 由小太监来传话 说薛耀今日与太子又要是商议 不回来了 也是众人皆知 比不上书孟匪乃三皇子一派 与太子党势同水火 此番皇上才会下次旨意 一事敲打 想来 薛耀对于我这个所谓的尚书之女 本就无甚好感 一日中午 我将屋子里里外外仔细打扫了一遍 又做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忽然一人闪身而入 容貌俊美 长身宽肩 一双凤眸含薄淡淡 明明是柔和的五官 却带着几分灵力 见我亲手打扫了屋子 还备了饭菜 需要有些诧异 她大约以为我是位寻常的官宦小姐 只不沾阳春水 但我只是个不受宠的庶女 又常年服侍阿娘 早已做惯了这些杂事 昨夜太子与我又要是相伤 实在脱不开身 害得夫人白白等我一夜 寝物见怪 逍遥朝我微微一探手 嗓音温润 举止有礼 但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 稍纵即逝的厌烦 死后半月 我与需要的关系未有丝毫进展 好似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井水不犯河水 我忽然想起上一世曾听人说过 九千岁为人狠辣 却这个是甜的 煮尤其爱吃桂花糕 于是我试着投其所好 每日做一小碟子软糯香甜的桂花糕 搁在桌上 不过那糕点从未少过 却害得我胖了一圈 前几日 朝堂上以父亲为首的三皇子党 又开始兴风作浪 听说孟一如娶了丞相家的公子 人人称献 人人也皆知 皇子的视力又壮大了 需要望向我的视线又多了几分戒备 神情更为疏离啊 这样下去 大概还是逃不了被灭门的命运吧 今日有稀客来访 孟一如打量着这个简陋的屋子 嫌恶的皱了皱眉 脸上洋溢着得意之色 孟一你说我们同为庶女 怎么就活得天差地别呢 你家的这位 呵呵比起他都怕坠了孟夫的脸面 而我未来的夫君乃人中容凤 又跟着三皇子 日后前途无限哈 论前途 谁能比得过全清朝野的九千岁 就这眼光 怪不得你上一世没能想到福 别小看虚我夫君 末期少年穷 日后谁比谁高贵还有得瞧呢 我见他得意洋洋 一时忍不住回了嘴 孟一如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前府后仰笑了好一会 然后用看傻瓜的眼神上下打量 我也遇到 你怕是守活寡守傻了吧 还少年呢 那需要连个男人都算不上 区区一个太监 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满足不了 你还在这吃人说梦吗 我见他拿此事取消学药 心中无名活气 太监怎么了 太监是自己想当太监的吗 前有司马千兽攻刑 而书史记 后有三宝太监下棋扬 扬我国威 胸怀大智者皆可承 你岂能因此而瞧不起人 我越说越气 一不留神嘴比脑子快 再说谁说他满足不了我吗 妹妹不知道吧 姐姐我夜夜声歌 满足得很 薛耀可比一般男人更疼人了 孟一如看向我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准确来说 是看向我身后 我缓缓转过头 薛耀正你在门外 双手环臂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想死我只觉面上疼得升起一股热气 脸好像要烧起来了 大碗 薛耀竟然不像往常一般锁在书房 而是朝卧房来了 烛火摇曳中 薛耀步步逼 狭长的眸中似有欲望翻涌 他一手紧着腰间欲带 一手俯上我的腰身 微凉的唇贴走我的耳裤 辗转四膜 夫人咱们似乎尚未远访 不知夫人是如何满足的呢 我浑身一颤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 却被更大的力道带回 一头撞上了需要吃热坚实的胸膛 膝之间萦绕着年轻男子的气息 轻烈如全 又沾着几分情意 我为仰头 正对上需要幽深的谋色 四目相对 呼吸交错 需要的眼波在我脸上流转片刻 神色暧昧 我忍不住战力前 是我命中桃花缺缺 父亲曾想促成的几桩轻视 也总是莫名其妙地皇了 莫说嫁人 我甚至从未有过与男子相处的经验 婴儿眼前这状况 我并不知该如何应对 我有些头大 索性把眼一闭 一不小心把身子绷得帮硬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不安需要 手中放慢了速度 结果一惊的动作蹲在了空中 左等右等不见动静 我悄悄撩起了一只眼皮 正捕捉到对方眸中的一丝犹豫 啊 我明白了 我忍不住看了眼薛耀那处 面上一片了然 见我视线忽然向下 薛耀也寻着瞥了一眼 神情仿佛变得有些僵硬 我见他神色有益 想了想便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示宽慰 无妨无妨 薛耀闭了闭眼 深吸了一口气 不知为何看 上去竟有些咬牙切齿 我还没琢磨明白怎么回事 只觉身子一轻 被横摇抱了起来 他将我往床上一丢 随即附身而上 气势汹汹地吻我 这位太傅不仅是太子的老师 更是薛耀最敬重的长辈 原因是 孔太傅下狱后不久便暴病而亡 而这一笔 也将被薛耀狠狠挤在孟府账上 因为带人搜辅并拿了孔太傅的 正是我的父亲孟匪 再次见到薛耀已是两日后 他归来时风尘仆仆 眉宇之间竟是疲惫 身形也消瘦了几分 我伸手想接过他的披风 他却身形一顿撞 似无意地避开了我的手 自己抬手将披风挂好 眼神中的戒备与疏离更深一浅 我轻叹了口气 其实薛耀未必就真觉得 此次风波我也牵涉其中 可是观恩师 怕是他在理智 也难以平常之心 对待我这个仇家之女 而一时之间 我一难自证清白 只得如往日般安分守己 勤恳做事 希望薛耀成为九千岁的那日 发作的雷霆之怒 莫要波及阿娘与我 接下来几日 薛耀依旧早出晚归 不停奔波 周旋于各处只是事情 并未有起色 薛耀的脸色也一日比喻阴沉 对方向调滑溜的毒蛇 十分脚下突然咬人一口 便全身而退 继续环刺在暗处 吐着杏子等待下一个张口的时机 这两日皇上龙体抱恙 太子每日事后再遇前东宫 一时却不得了需要 便将几个来往密切的朝城 带回了书房仪式 在那些人中 我见到了一张略为熟悉的面容 那是孔太父的得意门声 当年的新科状元 如今的汉林院编修赵宁 尚医师因着阿娘身子不好 我常常服侍他 到他入睡 在回自己房中 路过父亲书房的时候 偶尔能撞见几个深夜来访的 神情谨慎的客人 赵宁便是其中一个 只是寄予父亲来往密切 又怎会再需要这方走动 赵宁究竟是父亲的眼线 还是需要的棋子 我心生一动 不由又多想了些 若是此番风波乃赵宁所为 我抬眼看了看书房的方向 不知需要是否会信我的一面之词 入夜之后 我宁神听的动静 但那群人散了 便吸了口气 推门去了书房 需要见我突然来寻他 脸上浮现出些许诧异 在听我说完赵宁的事之后 需要平静的脸色出现了变化 他沉着嗓子 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质问我 孟斐不义 害我恩师蒙冤入狱 赵宁是我师兄 与我有多年同门之意 我凭什么相信你 孟斐的女儿 两刀目光如寒冰般落在我脸上 透着彻骨的寒意 我心中打了个颤 强子定了定神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不过是将我所见之事如实说出 罢了 我知你自有办法言其真假 我顿了一顿 继续说道我虽为孟家女 却也为薛家父 我与你夫妻一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并没有骗你的必要 薛妖依旧沉默不语 只微微皱着眉 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话已说尽 推门正欲离开 忽然踢见夜宫中如玉盘的明月 惊觉三日后便是中秋 迈出去的布子生生收了回来 硬着头皮对上需要不耐的目光 还有一事 一晃便到了中秋夜 这两日薛妖依旧忙得脚步沾地 整日不见人影 前一世 孔太父便始于中秋之夜突发疾病 撒手人寰 待第二日被发现之时 早已无力回天 日头几乎落下 天边朦胧浮浮出一层夜色 还是不见需要的踪影 我心中不免有些着急 那日虽隐晦地提了一嘴 但需要的态度始终不明 若因他不愿信我 而造成孔太父惊世的悲剧 那也与我无关了吧 我虽如此想着 心头却止不住地坠坠不安 天色越发暗了 再不动身 怕是尸体都赶不上模糊的了 哎 我咬了咬牙 拎着早早备好的石河 快步朝行步的方向去了 阴暗潮湿的大牢里 光线昏暗 透着丝丝寒意 我给狱卒塞了些银两 很顺利地便找到了孔太父的牢房 年迈的太父经历了牢狱之灾 似乎又老了好些 衣衫蓝绿 面色苍白 并发也十分凌乱 昔日高高在上的太父 今日却沦为任人践踏的阶下囚 这一切却是拜我父亲所赐 我心中不觉犯几些愧意 见有生人来访 孔太父微微一愣 眼神中透出些许见 我急忙表明了自己的 身份听说我是需要知妻 太父的目光方才渐渐变得柔和 事情紧急 我开门见山地与孔太父说明了来意 话里话外让他提防少宁 孔太父听完我的话 曾的片刻 沉吟道你的意思是 我的学生网顾人伦 伙同外人做出了谋害轻视之事 孟小姐并非我不信你 你说这话可有证据 老爷子的态度 已比我想象中的要温和许多 我松了口气 现在虽没有 但您若信我 今夜便能见分晓 不多时赵宁便提着饭盒匆匆赶来 他盘腿坐在地上 取出几碟子菜和一壶酒 欲与太父对着 我忙从万处现身 快步上前 果断地打断了赵宁的动作 孟小姐 你这是何意 赵宁见我再次有些诧异 赵公子见谅 夫君吩咐我今夜再次看过好孔太父 这些吃事我怕是得验上一验 我别无他法 抬出了需要的名头 又虚行了个礼 以示抱歉 赵宁神色间 流露出一丝微不可见的慌乱 又迅速地平复下来 壮丝无奈地开口无妨 若能让血兄安心 验便验吧 可我取出银针在韭菜里反复验过几遍 都不见一场 如此孟小姐方可放心了吧 怎会如此 我一定错落了某处 我额间微微清出了汗 手上动作不肯停歇 好端端的菜都要被我戳烂了 罢了孟小姐 你先回去吧 你的好意老夫心灵了 太夫见我一无所获 却还不肯罢休 态度也变得冷淡起来 不容智慧 递下了逐客令 赵灵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眼中隐含得意 做出送客的手势 妹子无状 秦老师与赵兄见谅 薛要从一处阴暗里闪 身而出快步上前 她何时来的 我侧过头 看着几日未见的她 不要愣住了 薛要从我手中接过银针 悬在了一盘花雕鱼的上方 夫人 薛要唇角微勾 手起针落 银针稳稳地立在了鱼眼之中 银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漆黑 赵宁的双眸猛地睁大 脸上骤然没有半分血色 将人带下去 好生审问 薛要死死盯着赵宁 目光冷军骇人 一字一地道 一对人马鱼冠而出 将贪软在地的赵宁 突入了黑暗之中 不见天光的牢笼里 薛要拂手而立 神情冰冷 浑身透着冲天的煞气 宛若阎罗在世 赵宁是个软骨头 未受过几道行 便将罪行全盘拖出 孔太父府上的谋逆之物 是他放的 花雕与墓中的毒 也是他下的 只有他师兄弟几人知道 孔太父素来碍事一幕 赵宁早已上了 三皇子那艘贼船 需要他们去被救世 情义所逼 从未怀疑过他 这一世孔太父的冤屈 终于得以招雪 改写了寒恨而终的命运 需要对我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一改神龙剑手不剑尾的风格 日日回来用饭 夜里也塑在卧房 几次大御伸手抱我 我都以困倦为由躲开了去 虽然理智上知道不该 但此前被猜疑的滋味并不好受 终是有些委屈 这日太子生辰 需要到东宫赴宴 迟迟未归 我寻思他今夜大概不回来了 便先睡下了 半梦半醒间 忽觉有人扶着我的药 一双大手在我身上游走 我猛然惊醒 睡意全无 正要奋力挣脱 夫人是我 需要哑着嗓子 气息有些不稳 带着酒气的温热呼吸 喷洒在我耳后 急阵阵站立 我欲翻身 需要的手却紧紧扣肘的药 轻叹了口气 我知你还在怨我太腐一案 我不该无端猜疑你 是我不好 我误会了你夫人 怨我也是我该受的 需要将我的身子板正 双臂撑在我上方 直愣愣地注视着我 夫人能否原谅为父这一回 我本就是气情不长的人 便记得无非就是一个态度而已 他记正儿八经地向我道了歉 我又启示不讲理的人 你快下来吧 我原谅你就是了 我哼声咕咚了一句 垂下眼眸 是涂避开那如烈火般灼人的目光 需要一阵微凉的指尖 捏过我的下巴 俯下身子 两片温热的唇敷了上来 夫人真好 我对夫人的误会已经解开 可夫人对我的还没有呢 误会什么 误会这话说的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眼下不容我多想 需要活像皮 饿了多日的狼 狠狠舔势着我的唇 漫长夜里亮出无边春色 薛妖身体立行 彻底打消了我的误会 一日醒来 我浑身如散架般微一动弹 便酸痛不已 薛妖正姿态松松 你在一旁 见我醒了 嘴角不觉上扬 他将我扯到怀中 便替我揉腰 便与我说了一周秘密 原来薛妖竟是 轩武将军的骨子 数十年前 轩武将军曾为我朝南征北战 立下汉马功敖 也是忠实的太子党 当年 如今的皇上 还只是默默无闻的二皇子 他野心勃勃 陶光养晦多年 最终上演了一出 逼宫的戏马 在这场攻强事变中 太子被杀 先皇被求 太子党也被赶尽杀绝 但先皇不忍攻城局后 暗中派人救下了 伤在墙堡中的 需要 托付给一位 成果将军恩情的戏马 的太监如此 薛妖裁剪了一条小命 我六岁那年 应不慎冲撞了三皇子 寒冬阿月 被罚归在冰天雪地里 在我将死之时 太子正巧路过 救了我一命 自那以后 我便决心忠于太子 即便在他最落魄的时候 也不曾动过半分离开的念头 他语调淡然 反复诉说着别人的故事 潜意识需要最终获得无上荣耀 想着无边荣华 坊间凭需要 其人年少 眼光卓绝 善责民主而逝 其中辛酸苦楚 却不为人知 可如此重要的秘密 怎就这般轻易地告诉我了 我若是父亲的一枚妻子 再将这秘密捅到皇上跟前 此处我悄悄瞥了眼学药 一脸的欲言又止 他皱眉含笑 修长的手扶了扶我的发丝 语调柔软如你所说 夫妻之间当以信任为重 后我便把我最大的秘密交于你了 我默然伴上 望着他温柔神色 心中如阳春三月般温暖 需要说前些年 先皇与马公公先后离世 如今除他之外 知晓这秘密的 只于太子与我二人而已 知道了这个秘密 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学要自知理亏 每日散之后 总是笑盈盈的 提着荣心债的桂花高于我 陪对付又在犯着几日 需要不知从哪 学了些令人面红耳式的新花样 想起昨夜需要兴奋的发亮的眸子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不知怎的 自己也像魔争了一般 竟由他如此胡闹 其实也不是没有抗议过 只是每回都经不住需要垂着眼界 软着声调 连哄带骗的央求 真乃色令之昏 我揉了揉手腕 爬起身来想取点药膏 眼角扫过地上移出寒光 是那柄匕首 大概是昨夜需要用完它后顺手一丢 今日出门匆忙 又忘了戴上 把匕首 苏日里总被需要藏于官宣之内 做应急致用 上一世 太子曾于太后的菊花燕上遇刺 薛妖便是用这柄匕首斩杀的刺客 秀了太子一命 对了昨夜耳边似摸肩 薛妖似乎提了嘴 今日中午不回来吃饭 好似是要参加的宴会 试了就是菊花燕 望着窗外逐渐升高的太阳 我的脑子一瞬间变得空白 后背已被冷汗湿透 若太子就此蒙难 我不敢细想 手忙脚乱地穿上外衣 又将那匕首藏于腰间 万寿公快不赶去 诸于在宴会开始之前到的地方 可宫门前把手的侍卫见我没有帖子 决意不肯放行 两位大哥 可否行得方便 如我进去送点东西 或者二位替我智慧一声 薛少监我在门口等他一程 任凭我磨破了嘴皮子 两个侍卫也只白白手 面色冷淡 不再理会我 一安 你怎再次来 傅院的父亲立在我面前 面上阴霾沉沉 两道目光审视般地扫过我的脸庞 我心知不妥 但还是一咬牙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开 向他行了个礼 女儿有钥匙来寻 薛爷能否请父亲替我告知他一声 我在此处等他 荒唐 此处岂是你该来的地方 还不快回去 父亲闻言后 眉头紧锁 迪迟一声后便大步离开 正如我所想的那样 里头的人越来越多 再有一刻便要开宴了 我心急如焚 额角擒出了细细的汗珠 薛家娘子也道 颤巍巍的嗓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身一看 暮色微亮 声音也压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孔太夫命运的诡计如上一世一般无二 宴会上果然发生了刺杀太子事件 也果然是有需要救下的太子 幸而遇见了孔太夫 否则这一世我万死难辞其救 夜里需要搂着我在床榻上呢喃细语 日若不是你 太子和我多半得折在那些刺客手里 谁能想到 太后身边的人竟被换成了死士 我轻轻咬了咬唇 心头一阵后怕 是我险些害了她 薛妖紧了紧手臂 将下巴抵在我的头上 丧房子那边似乎有些坐不住了 接下来估计有的忙 不能像前一阵似的常常陪你了 许生气我忙不迭地点点头 本该如此 见我附和得如此爽快 薛妖微微一阵 顿时有些不惬意起来 语气也带上了哀怨的调子 我就知道 夫人一点也不稀罕我陪 我何该去忙 反正忙坏了也无人心疼 我嘴角一抽 感到一阵头疼 诗人在外 八面威风 读起起来怎像个小孩似的 我费心哄了好半天 好话说尽 又配合着玩了些新花样 她才心满意足地去睡了 不过薛妖确实没胡说 这日后 她又成了那个忙得脚不粘地的薛妖 有时我睡到半夜 能发现床上多了个人 有时她也连着几夜未归 两档之间已是剑马母章 隔三差五便能听到哪位臣子又落马了 朝堂上风声鹤唳 空气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这样便好 桥归桥路归路 让一切寻着前世的轨迹而行 正当我祈祷万事顺利之时 许久未见的孟一如又寻上门来 孟一如已嫁作人妇 满头朱翠 眉眼间更添了些刻薄 听说你如今同那位薛少监处得很不错 她上下打量着我 眼波流转 与妻里带出一丝调侃的意味 我端起茶盏 吹吹那几片漂浮的茶叶间 垂眸不语 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父亲说的果真没错 但你最好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孟一如脸上笑容消失 声音也变冷了 将一封信与一个锦囊置到桌上 我打开了信封 信件上是父亲的字迹 内容很简单 她要我伺机毒杀消药 锦囊里放着一包药粉 还有我十岁那年送给阿娘的一只簪子 不过已断成了两截 我天下大乱 攥着簪子的手指微微发白 孟一如盯着我读完了信 伸手便要来取 你看完了便给我吧 我好销毁了去 我护得回过神来 勉强定了定心神 沉住气开了口 三妹你放心 此事我自会办妥 但这锦囊也须得麻烦 你先带走 迎着孟一如不解的目光 我斟酌着用词 一脸真挚来 需要最近几乎未回过家 用饭我没有机会下手 二来若需要在家中出事 头一个便会查到我身上 你有所不知 自上次刺杀事件发生后 需要对我防备更甚 每日屋里来的什么人 多了什么东西都了如指掌 我怕一个不小心便会连累了你 后日便是太后寿宴 朝中文武百官及家卷 接会到场 谢时你再将东西给我 我寻个机会 放到需要的吃食之中 必定牵连不到咱们 孟一如迟夜了一会 咬着晨曦想了想 似乎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 那便如此吧 我暗暗说了口气 孟一如既安排我 坐着杀人的任 显然你把我视为一枚弃子 我若成功 必定难逃一死 但眼下阿娘仍困在府上 我不得不撤退于他们 好在孟一如脑子简单 局面上有转环之地 眼下最要紧的是 童许要通的气 若今夜他未归 我明日也须得出门寻他一会 只是这样又怕会引起孟一如的警觉 如此纠结 直到深夜 我实在压不住困意 正一睡下 却听到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心中默得一松 需要回来了 转眼便到了太后的寿宴 落座不久 我便瞧见孟一如 正立在不远处的一根琅筑旁 朝我平平视眼色 我心头微跳 深吸了一口气 持着酒杯朝他走去 你怎么来得这般慢 孟一如压低了声音 略微不满的斥责 又神色慌乱地描了描四周 脸上维持着假笑 三妹见谅 我这两日收集了些 对需要不利的证据 事关重大 你一定要亲手 替我转交给父亲 我从怀中摸出一封信 煞有介事地放到孟一如手中 知道了你快凑近些 那东西在我袖子里 仔细别让人瞧见 孟一如有些焦急 不断小声催促 她收了信 我历时抬谋望向薛药 手一抬 只随了手中酒杯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 几个侍卫立刻出现 围住孟一如 并迅速从她身上 搜到了一袋药粉 和一封信 薛药不知何时也 来到了我身边 人生开口大胆 孟一如已经妄图谋害 当朝太子 如今人赃俱获 以可知罪 孟一如瞳孔皱缩 脸色发白 她立马静了身 不敢抬头 忽然像意识到什么似的 孟一如猛地抬起头来 死死地盯着我 孟一安你害我 需要不动声色地挡在我面前 来人把她带下去 听后发落 那封信被承到了 太后与皇上的桌上 写信之人 令孟一如今日 刺激给太子下毒 是孟斐的 自己太后被扰了寿宴 心情本就不佳 又见有人预谋害她嫡孙 一口气没上来 险些晕绝过去 皇上吓得直换太医 又刺激孟斐在前朝搬梦的种种是非 心头怒气 历史下令 将孟斐及其府上相关人等一并拿下 让刑部细细审问 孟斐终是南逃大厦江青之命运 甚至比上一世还提前了不少时候 我应举报有功 自然不在此列 谁也不会想到 我自小服侍在阿娘踏前 没事就爱临摹自贴打发时间 而阿娘卧房里有一口箱子 藏着的全是孟斐年轻时给她写的书 孟斐的一首好字 我仿得微妙微笑 几日后 薛耀神秘地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马车颠簸了许久 在胡同里绕了又绕 最终停在了一处别院前 远远望见树下藤椅上一个熟悉的身 拟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走进了几步 我眼眶一热 立刻迈开了腿 不顾一切地奔了过去 一把搂住那人 喜极而泣 阿娘阿娘正弄了片刻 眼底慢慢泛出泪花 瘦小的身子紧紧地搂着我 四抱着一个得而复失的珍宝 此番弄腹出事 阿娘也受到牵连 薛耀便顺便动了些手脚 让阿娘因身子不好 永远死于狱中了 前些日子 我印阿娘的是昼夜难昧 逍遥总让我宽心 我虽预感阿娘不会有事 却也没想到是这样大的惊喜 透过眼里朦朦的雾气 我望向一旁 含笑看我的薛耀 心中欢喜自已 我上一世的奇遇 怕是都积攒到这一世来了吧 阿娘领我进了卧房坐下 抓着我的手 凝视着我的眼睛 阿儿自从你澄清之后 娘日夜都在后悔 担心这门情势会毁了你 虽然需要带你很好 但他终究不是寻常男子 你若后悔了 阿娘去求他 去替他当牛做马 无论如何都让他放了你去 阿娘眼角泛起了红 声音发颤 却又十分坚定 像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我眉头一酸 忙紧紧回抓住阿娘的手 阿娘您别担心 我是真心喜欢他 他很好除了他之外 阿儿再不想嫁任何一个人了 阿娘虽有些不解 但见我如此坚定 又瞥了一眼 院子里需要长身玉力的模样 心情也渐渐变得柔和 罢了阿认定了就好 回程的马车上 雪瑶心情甚好 一路上笑眯眯地打量我 我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 正因问他怎么了 忽然一股力量将我扯入他的怀中 耳畔响起 雨带调笑的嗓音出我之外 夫人真不想嫁给任何一个人了 我心跳一顿 顿时脸飞红 摇着头抵死不承认 雪瑶凑过来亲我 非要我将这句话再说一遍 我欲正开了去 他却拉着我的腕 紫帆身将我压在身下 滴滴的笑声一出唇齿 二不老老师可是要受罚的 车轮滚滚 围漫轻摇 胡同里居士荣荣春意 孟府一倒 三皇子失去了一大助力 日以为民 太子党子渐渐放开了手脚 需要奔走于前朝后宫 忙着铲除一击 太子也在处理国事上 显露出了过人的才能 皇上因身体抱恙 加之年纪渐长 竟开始沉迷丹药 整日寻些求仙问道之术 不过小半年 便龙架上病了 太子顺利登基 薛妖也如前世一般 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九千岁 只是他对我却一如既往的温柔 若遇上薛妖 心情不好 又有些糟心消息要传递 宫里那些机灵的小太监 眼珠子一转 便知道拐着弯来求我替他们开口 这九千岁夫人的身份 近似比那些告命夫人还尊贵 可近来发生了一件事 线下这个身份已然满足不了我了 夜里我怀着心事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 薛妖试探性的换了一声 探过身子来看我 夫君问 你有想过恢复身份的事吗 我犹豫再三 还是开了口 薛妖认真思考了一下 这倒不急 有些是用现在的身份去办更方便些 夫人急了 不想做太监夫人了是不是 薛妖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打句的说道 我倒是不急 我揪着背脚 七七二二声音越来越小 就怕就怕宝宝等不得了 半赏需要猛然做起 惊喜的将嗓音拔高了八的度 什么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 宫里都在传九千岁 怕是撞了鞋 向来不苟言笑的一个人 竟忽然眼角没烧都染上了笑意 就连审犯人 那时候也面带微笑 犯人险些吓得哭出来 连招供都爽快了许多 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 我低头扶了抚日见隆起的小妇 弯了弯嘴角 窗外春光明媚 花开四景 一切都很美好 就像这一世的日子一样 全轮丸发爱需要的梦 需要恢复身份的 这天皇上大笔一挥 封他为郑国公 赐给他一座国公府 总算 能给夫人和宝宝 一个名正言顺的家了 薛耀十分高兴 在乔迁宴上喝了许多酒 夜里他做了一个梦 薛耀回到了成婚当晚 他记得这晚他未曾回心房 害夫人独守一夜 不知怎的 上天竟给他重来一次的机会 他无视太子目光中的嗜血 大不留心地赶回了住处 可谓和身屁红衣的竟然是孟一如 薛耀浑身僵硬 呼吸也变得困难 就连孟一如 在他耳边骂的那些难听的话 他都好似听不见了 这不对他的二句哪了 孟一如胶纵无理 心肠恶毒 没有半分比得上他的二 薛耀心下大乱 不知哪里出了错 派人偷偷打听 方知孟一安如今仍住在尚书府上 是个不受待见的叔叔小姐 只是二的阿娘不知怎的不在了 他该有多伤心 薛耀的心一阵阵的发疼 世界好像和原来一样 又好像不一样了 恐太父含冤入狱 中秋夜他擒住了赵宁 却在不见他慌乱是毒的歉意 这次他为处决赵宁 而是以赵宁的家人为之 并赵宁为他所用 对外则宣称太父报病去世 打消三皇子党的嫌疑时 他藏了私心 阿尔曾说见过赵宁与孟一走动 他便令赵宁继续与孟一 保持联系 偶尔告诉自己阿尔的状况 听说孟非打算为阿尔结亲 自己便三番两次从中作稿 他的夫人怎么可以嫁与旁人为妻 这一次需要发了狠的打压 三皇子一脉大小错处 揪住了就不松口 如疯狗一般 本力无情 凶名在外 太子劝他不必如此 过犹不挤 不妨徐徐徒之 可是他总觉得不快一点 阿尔就不会等着他了 太后寿宴到了 需要扶了扶那饼匕首 想到那条被他割断的腰带 闭了闭眼 心中一阵顿痛 天知道他有多想他 有一回 他去荣心斋买了他最爱的桂花糕 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爱吃 这甜甜糯糯的东西 他吃了一口 分明是苦的 但他还是时不时的就去买点回来 搁在屋里子 万一哪天他就出现了呢 后来三皇子败了 孟府也覆灭了 太子要将孟府满门抄斩 他心中一紧 扔不住出声 你却改犹放罢 判决那日 他激动万分 他愿意想好要亲自去接他回来 给他的新身份 得好好想想怎么开口才不至于吓到他 可是为什么 等待他的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士兵压着赵宁过来了 赵宁面容扭曲 瞪着通红的眼睛 哼声道孟匪发现我与你有厮杀 我的妻儿 你也当常常失去所爱的滋味 需要一颗心不住的往下坠 坠入万丈深渊 耳边一阵轰鸣 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他的手不由自主的颤抖 双腿重于千斤 本来轻快无比的步子一步也迈不开了 片刻后他直直栽倒在地 需要惊醒 在了黑暗里 他大口大口地吸气 手辅上胸口还是痛难自已 夫君身后有熟悉的声音响起 薛耀浑身一震 转身一把抱住了睡眼萌萌的那人 双臂收紧 似要将他揉入骨穴里 呀 你倾谢 当心压到宝宝 薛耀又落下泪来 松了松手臂 低下头急切地吻他 怀里的人虽没弄清情况 却也迎合着伸出手臂 送上了柔软的双唇 薛耀吻着夫人 偷偷腾出了一只手 掐了掐自己的大腿 不是梦 他还是那个城市间最幸福的人 真好 全文完